有些乘务员就说啊我这还有地方 你把钱给我就行了 你自己找个开箱坐下来吧 那就说我没有票 我也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去 上火车然后坐下来 是完全有这种可能 那就是说虽然实行实名制 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这个严格的安检制度 是这样的 也还是有一定的漏洞在 有一样的漏洞 所以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来看 为什么针对铁路的袭击发生的这么多 刚才前面我们谈到了几次 就是因为这个犯罪犯罪止进到这个火车上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 不需要经过更多的安检 不像机场那样 在俄罗斯最近两年也加强了这种 针对的针对一些重点地区 犯罪高发地区 加强了这个列车上的一个安全检查 那么你坐这个这趟火车的时候 你感觉你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是外宾还都是一些商人 这趟列车呢 是被称作这个政治家的火车 商业家的火车 我们知道莫斯科跟圣彼得堡之间的距离 是648公里 好多圣彼得堡的政治家和商业家 在莫斯科活动 到周末的时候要回家 就要坐这趟车回家 到周日晚上坐这趟车再回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07年8月13日发生的那起针对这个灭瓦号的袭击事件 也发生是在周日 我觉得这不是周日 周日 周六的早上 也是周六 中国的时间是周日 俄罗斯的时间是 反正是在周末的时候 是在周末 是在高峰的时候 而且呢 针对的袭击也是车尾的这三节车厢 12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级公务舱 就是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人才能拿到这样的这个车票的正极点 就是这样 这一次同样是这样 那么通过乘坐这辆火车的这些人的这个身份 还有呢 就是时间上来看 是不是也能够反映出来 或者也能够分析出来恐怖袭击 这次恐怖分子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想一般恐怖袭击 他总要做一个轰动效果 而这轰动效果呢 越往和好应该是个比较好的袭击目标 刚才说了 这个它除了是商人的和政治家的乘坐之外 另外一个俄罗斯方面投资上亿美元这样一条 它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象征 当然速度呢 并没有达到咱们所说的三百五百之上 但是二百公里在俄罗斯目前的水平下 也等于是俄罗斯的所谓高铁 甚至有人说这是俄罗斯的欧洲之星 日本的新干线 这种说法呢 它的政治意义很大 所以一旦袭击成功以后 不仅是在民众中产生的恐慌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政治象征意义很大 在欧洲呢还要有这么一个计划 就这一趟列车要和欧洲快车要连组 可以经过圣比德堡 直接开向欧洲的其他国家 比如说华沙 柏林 有这样一个发展计划 这是我们分析了 比如说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是谁 另外呢还有就是 为什么要选择这辆列车进行袭击 我们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 你们下集中 和我们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